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定训六 因为 component 身够 floor name etty宗盛 简吾 张图 张图 王 tengah essere 我的第一天 你这种仕組 十字幕志愿者 心的死人 老头 来来来 开饭了 两根香肠一个蛋 这是早餐还是晚餐啊 以前星球嘴雕 才多做两道菜迁就他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随便有点菜 吃晚饭就算了 给我三个字 什么三个字 通圣有诸葛神算三百八十四支签 我想用他来粘卦 怎么粘哪 问补者首先要想三个字 但这三个字一定要跟你问的那件事有关 例如你给我一二三啦 一是一话 二是两话 三是三话 这三个字合起来是一二三 就是第一百二十三支签 而签完的内容就是你问补的结果 一二三 两根香肠一个蛋 两根香肠一个蛋 就是一一零 一一零 叶梦被蜀惊 叶梦被蜀惊 醒来不见人 终枭废弃 直到天明 啊 是夏千 啊 这千说什么 不祥之兆 万不哲 最近可能有个大截 而这一截是应验在蜀年或者是蜀日 不过最重要的是小心蜀蜀的人 他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小人 谁会这么倒霉啊 你说呢 不会是请求吧 谢谢 怎么办 麦当 是个清洁工人发现骸骨 所以报警了 对 有什么发现 应该是两副女性骸骨 他们年纪大约有多大 初步估计应该是青年女性 但是看骸骨的颜色 两副骸骨很有可能被煮过了 又是被煮过了 收到法医的报告 已经证实在青年营垃圾房 发现的两副骸骨 是两名失踪少女 蔡佳琪和许盈盈 而且还经过烹煮处理 手法跟住制节的相似 资料显示他们参加过 青年营海外交流计划 但是入境处 没有他们的出境记录 会不会是他们两个不愿意卖银 于是盐采儿就杀人灭口 把他们都煮了 俄上起三文 少年真无孕 书读得少 环境不太好 再加上少年辛劳易入歧途嘛 我看过他们的十辰八字 金水旺很淫道 这类人呢 很容易物堕封尘 他们俩本身就是问题少女 还曾经原教过 所以我认为他们不会拒绝盐采儿人 最有可疑的盐采儿人已经死了 这男就是人 那么多人爱这个女孩 你以为他们要够 能够刑 solving 他有点大量的 我看你 本来他 我的天见 女孩 那个傻瓜偷看我们 帅哥啊 能不能借糖浆用一用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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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开啊 麻烦你啊 没关系 姐姐帮你擦啊 不用 我自己来 经验她说什么的吗 不用啊 你是不是有病啊 看医生嘛你 快聚你 用离地都是长江 我清洗了一个下午 当然记得他们了 你说的那个傻瓜是谁啊 他叫尚风 在这里做杂工的 尚风 是不是吹牛波说的那个 跟他在温室发现 段长的年轻人 手下上吸气 喝 喝东西 谢谢 是啊 先喝点东西 他就快做完了 做完这个热身操呢 就会接受你们访问了 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越来越觉得 你喊像公公 很听人家的话 拜托你成熟点 我替人做事 他把这里交给我打理 我当然要看紧一点 不过也看不了多久了 这里就要关门了 青年营就要关门 是啊 因为之前这里发生了很多事 程先生他觉得 有些异性阑珊 好 大家休息一会儿 好 请坐 好 他就是尚丰 是啊 他就是尚丰 程先生 那我们的访问就开始了 那么第一个我想 让我先问 好的 程先生 我想问你 认不认识一个叫秀薇的女孩 全名叫做朱秀薇 曾经住过你们的青年营 不好意思 没什么印象 那我提醒你 她是蔡佳琪的朋友 根据可靠的消息 你曾经给了秀薇一笔钱 希望她不要爆出你青年营的事 有没有这回事 不好意思 你们昨晚发来的问题里呢 没有你刚才问的题目 是这样 如果程先生真的没做过的话呢 可以给你机会澄清一下 其实你这个问题呢 不用问程先生 我也可以替他澄清 因为程先生之前呢 把青年营的大小事物 都交给了Suki去处理 所以青年营发生任何事呢 都应该由Suki来承担的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好老板 有其他生意要打理 无法兼顾 不过刚才你说的那个秀薇 我真的没什么印象 不知道程先生 你对这两个女生 有没有印象 她们就是青年营垃圾房的 两具死尸 别用手锏 小心割手 犯罪心理学家 你怎么看 暂时呢 还没找到有人犯罪的证据 最多可以说是怀疑 嗯 你怀疑谁啊 我数三二一一起说 嗯 三 二 一 上风 你也怀疑上风 就是杀害那两个女生的凶手啊 我们不可以光靠那个老板的口供 说那两个女生嘲笑过她 就认定她是疑犯了 但我刚才看见上风的态度 比较胆小好像很奇怪 奇怪的不只是那个上风 你想想那个程在天 身为一个集团的主席 为什么会紧张一个小杂工啊 我们也不可以忽略 董小姐说的女生秀薇 程在天一直在避而不答 要不是吹牛波在旁边瞎讲话 几乎就逼她说出来了 总之这个上风一定有问题 叫舔娘子和文职去查她背景 是 阿迪 你们真在这儿 麦子 我们有发现 袁上风近青年营钱 在一家香噪厂工作过 曾经牵涉一起菲利案 证据也充足 不过后来脱队了 帮她辩护的 是行内一个很出名的律师 照理那个袁上风 应该请不起律师 背后一定有人帮她 查到是谁了吗 有钱人最本事就是用钱赌人的嘴 我们很辛苦才查到 这个人就是程在天 那么这起菲利案 什么时候发生的 十年前 青年营只成立两三年 也就是说她们之前已经认识了 有没有查过 袁上风的家庭背景啊 单亲家庭长大 母亲叫袁真妮已经死了 生前在叶总会做五小姐 秘密妈 袁真妮是你的好姐妹 你知不知道 袁真妮跟一个叫程在天的人 他们俩是什么关系 我记得真妮刚来的时候 就认识程在天 程哥 见你的真妮一会儿很快就回来 不要紧 真妮 别对她那么认真 官场没有真爱啊 再听说一赚掉钱就会娶我了 她不会骗我们的 我们 哦 你有了 上风怎么样 还等着上法庭 这个臭小子太不争气了 才十几岁 就学会比理 都怪我不好 你怎么能把所有的事都扛下来啊 程在天没责任吗 他不知道自己有个儿子 程在天最后终于认了这个儿子 他还算有良心 对这个儿子还不错 只是不肯公开他们的关系 程在天有头有脸 上风时的私生子加上有语言障碍 不公开在所难免 你们可以进去了 谢谢 程舅波 你们又来找程先生有什么事呢 我们想问程先生他儿子的事 他又没结婚 怎么会有儿子啊 没错 尚风是我儿子 十年前咪咪来找过我 说尚风惹上官妃 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有个儿子 袁尚风知道你是他老爸爸 他知道 我还跟他解释过 为什么不能公开承认他的身份 尚风他很懂事 可惜他天生有语言障碍 我只好安排他的青年营做杂工 看来你很关心你儿子 天下父母 有谁不关心自己的孩子呢 尤其你觉得对不起他的妈妈 就希望能补偿儿子吗 程先生不好意思 到时间开会了 知道了 如果你们没什么事 我要开会了 你们坐会儿 谢谢 我去 又跟我说她没孩子 当我是她儿子 幸亏我没信她 你那挺会入戏的 没有啊 我不是演戏啊 那就是不肯把心里话说出来 整天说自己不在乎 但很投入真的把程辰天 当你老爸 这种话你可别胡说 我只是觉得她是一个很好的老板 所以才会努力为她做事的 我再劝你一次 最好尽快辞职 你认识我这么久 应该了解我这个人 你越叫我别做的事呢 我就偏偏要做 你也认识斯丹这么久了 他害过你吗 你好好想想 现在怎么了 好 好就算我真的出了事 也不用你爸 行了吧 不听我劝算了 但你要收下这个平安符 在想什么 陈在天跟她儿子 我肯定到了 下方了 定了 而且她不肯定了 所以我就要去 你会从然后去 去那天 但她以后 我問答应 有什么点 不愿意 其实是大了 为什么 不愿意 赢得有些东西 传�得有个好 不知道那臭小子会不会跟我赌气 扔了那个平安符 那个符真的法力无边吗 不是法力无边 但吹牛波的气色真的太差 我给他个平安符求个安心 你真的很关心吹牛波 简直当他是自己弟弟了 是就承认又跟我装酷 你们男人真烦啊 现在要你说句真心话是不是很为难啊 起码我不像那些怪兽姐姐那样 就算站在这也要管 什么呀 我现在不过是紧张了一点嘛 起码呢 妹妹和小车知道我是真的关心他们 总比有些人好 明明关心又不肯说 就知道装酷 你不说吹牛波怎么会知道呢 stairs 陈德鲜 ILY EVERY consume 发放在席 civilization 现在从 24 天 ど一ering 躁 你还真有本事 不会开车会换轮胎呀 我不是不会开是不开 雨大了 你上车吧 没人帮你打伞 万一你灵病了 别人会说我这个上司不体贴 那辛苦你了 上司 搞定 谢谢 不用 弄脏了 弄脏了 你也弄脏了 这里 这里 谢谢 其实没有砸 好可恶啊 总是捉弄人 干什么 看你啊 你这什么眼神 哪 又来了 什么眼神啊 没眼神哪 怎么状况 哪有啊 你有 没有 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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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了 不是 他会抢 那它的仙的 肯定是 我们像小婿 我所近伦的 你看 上王铺的 还会全部 出了 你能冲筹 你都可以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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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恶心啊 那倒是 喂 吃东西了 救命啊 别叫 别叫 救命啊 别叫啊 吃东西 吃啊 吃啊 你 你 你不喜欢吃啊 我 再拿别的给你 乖啊 嘘嘘 十准哥来救你啊 救命 劝哥罗李制作 一会儿让你听说话 我 你难回不上 很难受啊 喂 你能不能 我以前有建设训的问题 先帮你解开绳子啊 现在我 我好怕 你别怕 有我们 我们在这儿 你真的别怕 是啊 你干吗怎么害怕啊 你快放开我们啊 你别一副色鬼调的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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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 很肥美啊 很多脂肪啊 好多脂肪 过你什么事啊 香皂啊 香 香皂 香皂是用人的脂肪做的 你不要变香皂 追你不要救我 喂 喂 你别碰他吧 要碰碰我 你别看他好像猪圆鱼润 很多脂肪 他没有啊 他吃素的 我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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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天吃肥猪肉 我很胖 我屁股更肥啊 跟我屁股 跟我屁股啊 你干什么呀 吹牛哥 别搁他 他 他 他瘦了吧 极的 有群众感 喂 不要 他 他有肥皮 别吵啊 喂 别吵了 别吵了 起来 干嘛 要进去就跑 别理我 啊 记住啊 黄公公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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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瓶快点 找人救吹牛包 两条项链是一样的 我不排除是巧合 但的确有连环杀手 杀了人之后 拿走死者的随身物品 当战利品收藏 我早说了 一定是他抓了切敏 我们快去救人 妹妹 姐姐出事了 吹牛波被袁胜峰抓走了 现在很危险 你快来救人 你别怕 我们马上派人来帮你 你小心点 马上找穿山奖 去帮忙救人 严算卖的 我也去 我们现在去青年营 妈 你把铜钱给我 我知道你救人心切 但是只剩下四个铜钱了 你不能乱用 现在还说什么铜 我答应你绝不会乱用的 到必要时再用好不好 你别再难为老妈了 妈 你答应过我 知道了 走 你不会下注手 我吃了吧 你那么脏啊 先消毒再抽脂 你变态 救命啊 救命啊 我不想这么早死啊 喂 铁男子 要不你回去休息一下 有什么消息的话 我们告诉你啊 不行 找不到吹牛波 我一定不会走 我们去那边看看 走 走 走 铁娘子 什么情况 还没找到 那些穿山甲说范围太大 很难搜索 找到了没的 八蛋 姐姐 妹妹 天明 你怎么样 没受伤吧 我没日 你没事吧 幸亏救人 快点 我们再来 走 我们家 找到 闻了 你 可是这个人 帮谁 那就 你看 跟着 搭足的 外公给你这串铜钱 不能乱用的 旧人不一定要用铜钱 妈 去牛坡是生是死 我们不知道 可能晚一分钟 他就没命了 要是因为这样 救不了好兄弟 我会后悔一辈子 原谅不了自己 你是不是想看我这样 现在两点半 为时 我要用这个时辰来起盘 炸弹 炸弹的更为 就是在东北方 应该在山上 我知道是哪儿了 炸弹波 你在哪儿 炸弹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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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儿 炸弹波 怎么样 怎么样 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让我来 炸弹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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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呀 死了没有 上风 刚才有个叫秀薇的女孩打电话给我 投诉你引诱他们去卖银 我用了很多钱才堵住她的嘴 不抱出来 你还有什么解释 陈先生让你知道了 我老公有肾病啊 每个月的医疗开支很大的 那我不想听借口 这件事要传出去我太丢脸了 我可以答应你不再追究 不过你要马上辞职 你是老板 你说了算 既然半年前你已经吵了苏喜 为什么后来还发生那么多事 一切都怪我作孽太多了 作恶多端必会祸及子孙哪 最痛的不是自己有报应 而是抱在自己儿子身上 爸 儿子 怎么了 爸 他 他们笑我 欺 欺负我 不用怕 爸不会让你出事的 我们一起埋了他们 就因为这件事 为了尚锋 我真的没办法 那祝志杰的死跟你们父子又没关系 是那个小子自找的 那天他跟他女朋友乱搞 尚锋在旁边偷看 被他发现了就对尚锋拳打脚踢 尚锋出于自卫还手 没想到这样会措手杀了他 父母爱子女之心无微不至 甚至可以为他杀人 我没杀苏基 我什么时候说你杀苏基 我猜猜 在青年营接二连三发现海埔 你怕早晚会查到上风头上 所以你想关闭青年营 不过你知道苏基一定会反对 于是你就来跟他商量 没想到你碰到苏基想追杀 去牛伯和小车 你见机不可施 索性杀了苏基 免除后患 我们猜错了吗 你一直都很内疚 没有好好照顾上风 所以你明知道他错 也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我可以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喂喂喂 西当子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你怎么样 先坐下 喂阿爹 是不是那个东西 没吃饭腿发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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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很晚了 阿爹你还在这忙什么啊 你先走吧 你先走吧 我晚上约了个朋友吃饭 我晚上约了个朋友吃饭 你自己吃好了知道吗 就这样 好 拜拜 妈妈 我们走了 一起吃饭吧 我还有点事做 你们去吧 下午 好了 拜拜 拜拜 新郎嫂 拜拜 拜拜 进来 没等 大伙子 没人想到 员 要不去你介绍的那家四方菜市场 文芝做了饭 下次吧 那我们 我先走了 拜 一双一对 外公 我又做梦了 当然了 不然你怎么会看得见我 外公你上次找我 是阻止我 叫我别用铜钱 这次你来见我 你又要阻止我是吧 我不是阻止 我是提醒你 你别以为看见那对蝴蝶很恩爱 其实他们会杀死对方的 蝴蝶会杀死同伴 当然不是说用刀用枪杀对方了 是他们天生相克 一个好一个不好 不好的意思是 小则事事不顺 大则生命堪于 只有互相远离 你才可以化解这个结 没这么严重吧 外孙 自从你认识车技飞之后 你对他感情越来越深 而他对你越来越喜欢 算算你输了多少自伤 那些是亿万 嘿嘿 你的确是跟那个车技飞的缘分很深 像两块磁石吸在一起 但是你不能不顾后果啊 这次不只是一个人的命 是两个人的命啊 你又叫我跟他分手 嗯 别冤枉外公啊 我是提醒你不是命令你啊 你想怎么做 是你自己决定 你看我们都关心机啊 可以办个派对祝贺你出院 开不开心啊 是不是很惊喜啊 惊喜 我也是 谢谢大家 星球忍住忍住 千万别流马尿啊 别流马尿 兄弟 这次大胆不死 必有厚福 打住 我这回受教训 C当算过 说我不是大富大贵的命 之前为那么点钱 差点连命都没了 以后呢还是啊 平平淡淡好了 不过C当你真了不起 准啊 你的命格财望深入 富污穷人 受不起大富大贵 经常财来财去 不过 如果你肯脚踏实地的话 总有出头天 相信我 好兄弟 哎呀 你的命可真是太惨啊 是啊 不过呢 我想到一个方法 帮你破解 怎么办怎么办 就是呢 你娶个有钱的安提 好好地伺候她 帮她按摩什么的 保证你发财 其实你全包鼻 富运很有力 还有鼻头够圆 鼻翼有肉 一世不会孤独 还有很多奴仆 哎呀 忘不相啊 你会忘吹牛波的 打住 反弹不会逃啊 别说我便宜你 你真的不用便宜我啊 你去饥荒国家 便宜及民嘛 你看你这副身材啊 吃到地球末日 都没吃完的老大 请您 喂 你俩一起来了 是我约他来的 我呢 不太会买男人的东西 所以呢 找他来帮我忙 希望你喜欢了 其实我也很少买给男人的 最多买给我老爸 你不会当我是你老爸爸 难得铁娘子关心你 你就知足吧 谢谢良知 春秋不好 你不会这么小气 一句谢谢就完了吧 最起码你得亲一下啊 神经病啊 你们这么多人 这么多双眼睛看着 我干嘛表演给人看呢 就想看你表演 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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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亲脸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干嘛不喝红酒 到了又不喝 你每分每秒都监视着我 你怎么知道我不喝 你是没喝吗 你气色很差 吹牛波刚刚出院 气色都比你好 你怎么了 是吗 不够睡吧 跟铜钱有关吗 跟什么铜钱有关 我早就想问你了 那些铜钱 喂 阿迪 饮料就快喝完了 你去厨房再拿下来 也是 知道 别客气啊 多喝点 多喝点 你怎么了 亲他 腿直发卵哪 可能喝酒喝得晕晕乎乎的 回房歇会儿 那你歇会儿 你就是 那你这不是 你去吃尔沟 咱们 什么 到底 怎么 就这么 他 有 董事 什么 他 你 你 以后当他们下午护身服役啊 不再用他们了好不好 我知道怎么劝你都没用 不过你要记得 你还有我这个妈 知道 如果你有什么事 我真的会很伤心的 你 你 那要是没了我 蝴蝶居一定会结业了对吧 你怎么这么说话 别哭了 好了 好了 我不烦你了 你休息吧 好 你出去吧 笑笑啊 好了 别烦我了 知道了 傻瓜 我 хотя没有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有什么事 记得人家 不是 我这不是 我是什么 最好的 老大 你比较 你 你放手 你们别人 我敬手 我对你 那边 我给你 一会儿不见我就想我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刚才我喝了点酒 我不是说你身体啊 我问问我们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们之间 现在不是在聊天 有什么事啊 你平时总是故意气我 为什么现在对我这么冷淡 难道你想我对你不好吗 你是个被虐狂啊 我知道 我不够人家 那么有女人味吗 你在说谁啊 心里那么温柔 我是女人也喜欢了 我闻到一股很大的醋味啊 拜托你分清楚吃醋的定义啊 一男一女再拍拖才叫吃醋 我跟你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 为什么上司和下属会牵着手呢 你会对爱你的人 付出多少 如果我是真心喜欢她的话 我会付出我的一切 包括我的命 我是开玩笑的 耍你呢 这么认真 低能啊 我也是开玩笑 你才低能呢 那好可恶啊 那从今天起 你又是查理宾室的员工了 谢谢 兄弟 你要尽心尽力积极勤奋啦 淳女波 以后送外卖的重任呢 我又交给你了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从今以后 我一定会踏踏实实 全力以赴地做好外卖仔这份工作 全力以赴 以后就别穿皮鞋送外卖啦 那倒不行 就是等于麦哥你不能不带着张龙赵虎出来了 对吧 我的皮鞋呢就是我个人的自信啊 哈 就是说不穿就没有自细心了 哈 七彩皮蛋 干什么 知道我第一天上班所以来看我 欠 我是来叫外卖的嘛 苏菲啊突然良心发信说要挺快 哇 那我一定要亲自送了 就当是 我把我重生的第一次献给你 想的美啊 快把我写吃的了 好 多少钱呢 四百八十块谢谢 谢谢 谢谢老板 我有事宣布 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的努力 辛苦了 不用客气了老板 加我们薪水就行了 薪水呢是不能加了 遣赛费呢人人有分 喜报结业啊 喜报是销量下定 但是有回升的趋势 也许以后就会很好呢 苏菲啊 撑下去好不好 我已经撑了很久 没办法再撑了 我们到底可以撑多久啊 这是最后一题了 用拳 你干什么呢 铁师傅 擂台是神圣的 像你这种废物 别站在上面玷污了我神圣的领域啊 知道 听说你现在又做外卖仔了 是 因为查理兵是需要我所以我 一天外卖仔 一辈子都是外卖仔 没前途的 我怎么能把女儿交给你啊 铁师傅 我对梁指这是一心一意的 好啊 我现在就给你个机会 表现你的一心一意 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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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起来 伯父 伯父 不要 没事 不要 没事 梁指 明知道他打不过你 你还这样欺负他 是这个外卖仔自愿 不请你问他 我这两指是真心的 你事业上不行 打拳也不行 不知道你凭什么 要追我女儿 所以你要打走他 女儿啊 他是个外卖仔啊 吹牛波是新人水平 你打赢他也是胜之不武 要打跟我打 罪犯就是罪犯 哪可可让我相猛 做终谋坏事再招呼人间间 面前是我哪会有运行 最反常被造反 就发现行为古怪 用一颤触光慢陈 只求可抱上你一晚 从来调查无用证明 靠技巧足感更靠命 保重提防唯独爱情 屏风一般这要冷静 愈大梅村 最惊到天生归 自你令我出迷 就像猛热一枝令我 求你多恨低 面对越大问题